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 這兩天的反彈 大部分都是以電子股為主流 來帶頭反彈的 絕大多數的電子股 大部分都已經跌幅非常深了 從本來原來的空頭氣氛弥漫 現在已經慢慢開始轉過來 轉成多頭的氣氛 慢慢開始在市場裡面發酵 台股連續兩個交易日 早盤出現明顯賣壓 速度失守萬六關卡 只不過台股接連上演V轉秀 驚險守住萬六關卡 投資人都想問 台股何時才能夠主題完成 台灣的股市在過去這兩天 之所以會兩天都是開梯走高 我想幾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 這兩天的反彈 大部分都是以電子股為主流 來帶頭反彈的 那麼為什麼會用電子股來帶頭呢 兩個原因 第一個我們可以看到 事實上呢 絕大多數的電子股 大部分都已經跌幅非常深了 甚至跌幅超過三成的比比皆是 即使像是以台積電 龍頭台積電來講的話 它跌幅呢 這一波跌幅也超過兩成了 當他們第一季的財報 還有四月份的營收公布出來的時候 它發現它並沒有這麼早 它基本面還是在成長 像是不管是台積電 深水波到鴻海啦 像是這個聯電 有一點呢 被這個誤殺的這種感覺 或者是超跌的感覺 他們的股價呢 又再度的重挫的時候 我認為呢 很多法人都會認為說 他們的這個買點已經到了 市場傳出 護國神山台積電告知客戶 2023年將調漲金圓代工價格 激勵台股 奪君氣勢 我這樣簡單地講 昨天呢 盤中最低點的時候 我們加權指數 一共跌了314點 可是收盤的時候 它是收紅了這個12點 意思是怎麼樣 意思是 它呢 從最低點開始反彈 昨天呢已經反彈了320點左右 第二個呢 以今天來講的話 雖然它看起來 反彈幅度也不是這麼的強 可是有個非常重要的意義 重要意義在哪裡呢 就在於說台積電 台積電呢 昨天宣佈 它在2023年呢 它的全產品 都要漲價6% 今天它宣佈一個利多 其實這個利多 還是明年的事情 那麼它都可以呢 維持非常強勢的 一個走勢 那今天 今天台積電 連平盤都沒有跌破過 開平盤 然後往上走 所以呢 由這一點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市場的氣氛呢 已經開始在反轉了 已經開始反轉了 從本來呢 原來的空頭氣氛弥漫了 現在已經慢慢開始轉過來 轉成了多頭的氣氛 慢慢開始呢 在這個市場裡面發酵 主要台股融庫的另一個關鍵是 美國通膨核實緩解 一旦美國公佈的CPI數字下降 代表通膨最壞的時刻 可能已經過去 那接下來呢 這大半的趨勢的發展 我們還是要看兩個重點 我要公佈他們的CPI 就是消費者物價指數 那現在市場上的一般的預期 都是認為說 4月份的這個CPI呢 應該會比3月份的年增率 要稍微的減緩一些 如果3月升息 能夠把4月份的這個CPI的年增率 這個打下來的話 那麼可以想像得到 5月份呢 它在升息兩碼 那對於這個CPI的壓抑的力道 是會更強 那所以就表示怎麼樣 風篷最壞的情況 可能已經要過去了 那這樣子一來的話 那美國股市呢 應該也有機會出現一個反彈 專家點出 美股四大指數已經跌升 只要通膨數字好轉 就有可能強力反彈 簡單的講 四大指數 美股四大指數呢 他們的跌幅都非常的深 像那次的指數呢 它的跌幅已經20%了 那另外呢 像是這個費半啊 還有S&P500指數呢 其實他們的跌幅都已經相當深了 那升到什麼程度呢 升到技術指標呢 都已經出現嚴重超賣的程度 而且呢 隨時就可以展開一個反彈 所以我認為說 這個CPI的這個公布呢 如果確實是市場的預期呢 它能夠呢 它的年增率能夠減緩的話 那再加上呢 美國股市本來就已經具備了 技術性反彈的條件的情況之下 那我覺得 美國股市呢 反彈 然後帶動我們台灣股市呢 反彈的機會會相當大 這不過全球經濟的下一個考驗才正要開始 年種會打通膨是否會造成經濟衰退的副作用 是資本市場的下一個考驗 我們先看一下短期好了 我們先看五六月甚至到七月 我們先看一下這種短中期的一個 因為呢 真正的是不是能夠呢 這個 發展成一個長期的一個回升的走勢 還是要看呢 聯準會 美國聯準會呢 它不斷的升息縮表 是不是會對 它這個壓抑這個通膨 大概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可是 它對這個經濟緊急的成長呢 會造成多大的衝擊 這個是未來的觀察的重點 萬一 我現在講萬一 它這個通膨呢 通膨率它降低了 譬如說 這個消費者物價指數 降到3.5%了 已經到一個公平合理的水準 那可是萬一它的GDP呢 反而呢 它的成長率呢 也被打到剩下的1.5%的話 那它現在它的這個差距 反而會擴大到2% 也就是說 經濟緊急的 變成負成長2%的話 那這樣子一來的話 那對於股市 還會造成相當大的傷害 就算了 就算了 就算了